太陽眼鏡這一支果凍系列的 是 這一支跟我們 Jennifer Lopez全球代言 是一模一樣的 是 Jennifer Lopez 小生我覺得你可以再多買一次 為什麼 防老花 你測不到了嗎 出去 你覺得這家可以 可以的嗎 可以搶 今天很煩耶 為什麼11月一大堆朋友生日 12月又有一個可怕的 欸 我也蠻期待12月 因為12月是我生日 還有聖誕節 對 聖誕節很恐怖 要交換禮物什麼的 而且我家又有一個難搞的青少年 難搞的青少女 青少女啊 我剛剛以為你養小難搞 好像裡面沒人 然後裡面一排人在看我 你們好 不好意思 我有個問題想要請教你們 就是我們家一個很難搞的青少女 14歲 超級GY 然後呢 最近呢 平光加抗藍光的 那個平光眼鏡弄丟了 然後所以我今天想要來幫她挑一支 因為畢竟她最近一直稱自己是 信義區才女 要考進長春藤系列的大學 所以她的眼睛非常重要 我是第一才女 我有問題 我有問題 她是哪方面的才華 我們還在搜索當中 哈佛爛的部分 哈佛好像有這個科系 但是呢 其實我今天還有別的任務 今天至少要來挑 三支太陽眼鏡 跟一支抗藍光的平光眼鏡 你可以幫我做推薦 好的 沒問題 其實像現在啊 因為大家常常都用3D的產品 透取這幾支 鏡片是不是比較有點黃黃的 是耶 為什麼 是你們沒有差嗎還是 當然不是 它的反光會有一點藍藍的 黃黃藍藍的 啊這個就是抗藍光的嗎 對 這個是coach她本身就已經附帶的這個 這個抗藍光鏡片 需要去做這個抗藍光鏡片的搭配的話 這幾支都是蠻適合的 玉琳哥 什麼玉琳哥 很適合她啊 就是少女啊 她少女就喜歡這一種 對 細框然後粉的 既金屬圓框也是我們現在台灣 正在流行的一個框型 國際上現在要有在流行一點就是我們這種比較透明果凍色 我覺得透明框可以 對對對 欸不要說我不是時尚達人呢 拜託看看coach旁邊這個你看經典的她的那個 G-Chan對對對 C-Chan的鏈子 這支也有啊 她還有眼鏡這一支果凍系列的 是 這一支跟我們珍妮佛羅佩茲全球帶也來是一模一樣的 好眼光 如果粉色的呢 你不敢駕馭她還有黑的 我帶在看 這支黑的很好看 我帶在看 喔 時尚 拜託 眼鏡臉啊 人家戴是巨星你戴是被家暴 怎麼樣 你都怪 這支很好看欸 而且這一支應該就是很多人可以駕馭的眼鏡 是 coach呢像在這種大筐面的筐形上呢 在鼻墊也有做加工 過去的話我們的鼻墊沒有這麼高 對 這個是現在是屬於比較亞洲人的版型 貼心欸 因為有時候亞洲人的鼻子沒有那麼高的時候 就會掉 會一直掉下來對不對 對 Lennefer Lope 新一區Lope 其實在今年是coach80週年的相關系列裡面呢 也有推出這種特色在鏡腳的部分 C的這個小小的 小CC 對 那這一支的特色也是在它的這個鏡片的部分 做很漂亮的漸層 對 這一種就是 比如說在下雨天想要gay by一下的時候 就可以戴這一種 因為畢竟戴這一種你可能會看不到路 戴這種眼鏡通常 你不准發問 對 我大概還沒戴這一支欸 所以這一支可以配成平光的嗎 可以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挑自己喜歡的鏡框 然後配成抗藍光 對沒有問題 都是可以搭配自己喜歡的鏡片 像中間這兩款是我們2022年的新年款 新年款 所以非常地亮 所以它也是有這個小CC的logo 沒有錯 因為也是80公年相關系列 我覺得這一支幾支都是少女會很愛的欸 因為馬會戴太陽眼鏡嗎 他比較少 但他很 他很常會戴著那個抗藍光的眼鏡 平光眼鏡 就是一個假掰的少女 其實這一支戴起來也蠻帥 這支很適合男生戴欸 對 Coach在今年 其實從去年開始 對啊 這真的好看 強調這個男生的市場 那可以看到這一支 它的特色是 它比較簡約 近腿的部分 也是用很俐落的Coach 做雕飾的 這個地方 很簡單的一個Coach 然後最後有一個這個 對小小的這個金屬配的 我覺得這支很好看欸 欸我剛剛看Coach完 真的是Burberry的對不對 對沒錯下面就是我們的Burberry款式 姐姐手上的這一支啊 是我們這一次的寶告款 這一支很好看 你拜託喔 對這支非常非常地有個性 而且旁邊鏤空的TB logo 是最新的這個logo身體 對我對它這個logo很喜歡 因為它長得很像比特幣 Burberry的眼鏡我自己也買好幾支 我今年買了很多這一種 那個叫什麼 呃 戴帽 對戴帽色的 戴美 戴美 其實戴帽色比黑色好好配 因為黑色有時候戴起來太重 戴帽色就好看 姐現在臉上這支旁邊只有三條 這三條呢 不是這三條 這三條 愛迪達的嗎 不是啊 不是 它都生氣了 不可以 對 這個是 你到底要惹那麼多人 這是Burberry林格文去簡化的這個線條感 這支好看 這支戴帽色 你看它們兩支戴帽色又不太一樣 一支是比較深 一支比較淺 跟戴帽色真的臉要撐得起來才有感覺 要有個氣質 可是你不覺得戴帽色戴上去就很顯白啊 這支啊 這支我喜歡 喔對這支它很蠻英式風格的 就是很復古型啊 喔對這種眼睛都沒有招架能力 喔有一點飛行員款 對啊 好看 我發現你偏看男生款 因為我就男的啊 嗯 這一種的它也很漂亮 你看它的那個花色是做在裡面 就才蠻低丟 這是Burberry現在最正宗的這個顏色 最正宗 它以前是這樣啊 對 喔喔喔喔 它最經典是這樣 它其實現在大部分都是這樣 駝色白色橘色 現在的花紋會比較有這個潮流感 還有這個流行感 另外一個它比較不一樣的是長這樣啊 就是我覺得Burberry這幾年做的都比較低調 然後比較簡單 小生我覺得你可以再多買一次 為什麼 黃老花 你測不到了嗎 出去 需要台灣代價嗎 我覺得這一支可以配給瓜哥 就是有一種很 斯文感 對然後好像學士淵博的感覺 但我覺得我今天要大噴錢了啦 錢錢對不起我真的很需要這些酷東西 那我們也可以再往下看 看到我們今年的 Empira Money Empira Money Empira Money 是我爸也很愛這種 這個也就是男色適合的啊 這個金呢特別的亮 然後再配上我們這個墨綠的這個款式 所以看起來我們都會覺得還蠻有錢的 這是很適合湯姆克魯斯戴的 對但你這樣子幫人家挑眼鏡 你是不是要參考一下人家的臉型 對 因為我挑眼鏡最怕人家那個鼻樑戴不住 但如果Coach這個有加高的話 我覺得應該大部分人都可以駕馭得起來 這種話通常都是有鼻樑的人 囂張說的話 什麼你是說這種東西嗎 對對對 哇這支好好看喔 你看我就是對這種戴帽設定完全沒有抵抗力 真的很好看啊 他長得很像以前小時候吃的可樂糖 你是不是想對他生氣 沒有沒有沒關係 我們節目風格就是這樣子 你現在知道我們工作真的很不容易 拍一個懂的來拍好不好 一個一個來 雅果雅果來 一個女生的朋友我想幫他挑這一支 因為畢竟這個是80週年系列的 另外一個朋友呢也是一個女生 我個人覺得她很適合 這一支 臉大還臉小 喔對 他臉有點大欸 如果臉大的話 你會推薦哪一支 如果說他臉大的話 其實大空子OK 但他如果臉有點冷角的話 可能會顯得他的下二線糖要黏線 喔那不行 那你試試看這種 這一支喔 對 有一點幅度的對不對 對 微微的小貓眼 所以他會讓你的整個臉往上 好那這一支 欸我剛剛挑第三支要給誰 對 那個早已經早期失憶了 今年其實秋冬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鎖鏈 像剛剛看到這個Berry這樣 對 那你和阿媽你也有鎖鏈的系列 Ema我覺得我想要幫她選這一支啊 Ema喜歡戴帽嗎 不喜歡我喜歡啊 你也可以戴啊 對啊 因為其實抗燃光我們大人也可以戴啊 不是一定是小朋友戴 你覺得Ema會喜歡這一種對不對 粉粉的 沒有我覺得她喜歡這一種透明的或者是這一支 這支喔 玫瑰鏡 透明的我覺得有可能 因為醋女座的少女應該就是選越簡單越好 我猜啦 你是有接觸過醋女座的少女是不是 嘶 我覺得這一支她應該也很不喜歡 這一支 你覺得咧 這支是挺少女的 就是很有這個女生的氣質 因為玫瑰鏡加上九紅的 可是這支也很少女啊 這一支的話其實跟她不一樣 她的框形還有一點變化 她上面沒有那麼圓潤 所以她戴起來稍微會再有個性一點 她已經夠有個性了 從一個小雞歪變一個大雞歪 可是我瀏海真的很討厭 我現在很不舒服 你覺得眼睛有點痛 對 大概是這個概念 很難選耶 來問問看 床上是處女座的 虛妍元金針 對不對 對 就粉啊 少女就愛粉啊 江湖你為我會選這一支 因為男女同吃 對 好 解決了 這一支 謝謝 所以剛剛這邊這一櫃其實只有幾個牌子 三個牌子啊 Coach Burberry 跟Armani 你有想問什麼可怕的事情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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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通常挑完眼鏡之後 你們會搭配我們的臉型 然後再幫我們挑是不是 對沒有錯 像我們搭配完眼鏡之後呢 會讓您去做這個鏡片配戴之後的感覺 那我們再做一些微跳 就是閃光的話也是可以配在裡面 可以可以 還有老婆 不去 終於跳好了 來消費王 我們今天結帳囉 好啊好可怕喔 結帳多少錢 我現在在門口比較好跑 哇 是不是 一次滿足一次解決 這 我第一次看到人家在眼鏡行shopping 欸 眼鏡是大家的名聲必須品好不好 眼鏡大家都愛的啊 所以我覺得一次滿足一次解決 就我自己的東西也挑了 Emma的也挑了 然後禮物也挑了 聖誕節交換禮物也挑了 我是不是可以好好的安心過11月12月 蛤 結小孩囉 我每次出外景 花的都比賺得多這樣對嗎 好呢 好 我快會試試看 好 好